秋冬當做的芥菜 客家農夫用來新鮮炒、醃鹹菜 曬菜乾, 煮出農家風味 多款特色香腸 由本地廠房新鮮製造 為香港人提供不同選擇 名廚三者用巧手炮製出兩款醬料 為菜式加添獨特的香港原味道 香港四季分明, 走入農場 可以找到當季的農作物 而秋冬季, 葉菜類的作物 就佔多數了 Anson, 你貴為逆境廚神 上去做韓式泡菜炒豬肉 這次有什麼新鮮 其實我也想嘗試煮不同的食物 但最近在看香港的原味道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想法 有沒有什麼推介 那就對了, 這個農場的主人 就是客家人 他懂得做很多客家的農家菜 不如找找他, 看看有什麼靈感 也好 那邊 好 這個農場位於粉嶺雞嶺村 佔地大約五萬八千平方呎 由Eva和她的先生在退休之後 歸原田居一起打理 他們的農作物種類非常多元化 主要賣去慈善機構舉辦的農墟 以及送給雙熟的朋友 你好, Eva 你好… 你們來得正好 我們這期剛剛種了芥菜 你看很壯, 很肥 原來芥菜這麼大棵 這是什麼芥菜? 這個叫客家芥菜, 它是高大肥瘡 聽到什麼十月芥菜是十月芥菜的 是的 十月是最當做還是怎樣? 對, 最當做, 十月最好吃的 對 教我們怎麼割 好, 最底部 就是最根位, 這裡 割下去 對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是的 但是, 如果種到這麼大 大要多久? 兩個半月 整個手這麼長 對, 要種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 十月芥菜聽說有起心, 這棵是起心嗎? 這棵是起心 起心是連陽芥菜的 這棵是起心的 好, 一、二… 突然突然突然 不好意思, 連根拔起了 連根拔起? 不要緊吧? 不要緊 起心是哪裡有個心? 但那個心不是這樣, 要看的 看這裡的, 這裡可以出心 這裡沒有, 這裡比較少 我明白了, 這裡有個突然 其實有什麼分別?有起心和沒起心 夠日子就起心 我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夠日子 芥菜客家人會怎樣做? 通常可以煮湯 有時候可以熱鹹酸菜 太多, 我們種 醃菜好像很好玩 不如教我們怎樣熱鹹酸菜 好 我們先收拾菜後, 熱鹹酸菜, 好嗎? 好 客家人擅長醃鹹酸菜 芥菜醃製之後 味道鮮味, 可以增加食慾 送飯一流 Anson和Danny 你們用心跟Eva學習吧 芥菜準備就緒 我們醃之前是不是要熟一熟? 不用, 洗乾淨後 在太陽下曬乾, 變得軟熟了 這個狀態就可以醃了? 對, 首先這裡是硬的 我們薄一點 吃的時候就硬了 然後就… 可以大一點 這個看到有一點斜的 對 帶我來, 試試 你先刀工 只是這樣切, 好的 你在切的同時看到這些… 是薑嗎? 對, 這個是藍薑 我們放藍薑, 會比較好吃 藍薑的味道比較大 你可以聞一下 跟平時的味道比較香 是否味道有點不同? 是 都是你自己種的? 是 不知道要加什麼? 我們要加鹽 好, 做什麼是不是太多? 不是, 不多, 接著我們一邊拆 你一邊切, 一邊拆, 一邊加 分工合作 加進來 用力有什麼作用? 是否壓水分出來? 是, 要把鹽放進去 大力一點也不怕 好 除了把它放進去 大一點真的炸爛了菜 很大力加 我怕弄傷它們 不會 很疼愛它們 它現在開始出水了 對, 我也感覺到 感覺有多濕? 有什麼嗎? 不是, 手已經有些菜汁出來了 先放一些糖 好, 是否截著這裡? 然後我們再炸一下 就是這樣 對, 沒問題 剛才薑比較大, 直接放進去 已經切了, 其實是一塊很大塊 是蘭薑 好, 是否可以放進去? 對, 放進去 放進去也有一個技巧 鹹菜的窄色就是有水色的 要拿乾淨的水才放進去? 對, 有水的 再按進去? 是 好, 讓我嘗嘗… 先用力一點 有水色的, 明天有力 這樣醃多少天? 要醃四天 四天, 你覺得一想吃 就很久吃了 整天都可以放在冰箱裡慢慢吃 也是慢慢吃 但我現在一想吃, 怎麼辦呢? 好, 我也預備了一碗給你們試 那裡有嗎? 是 我現在去試 幫忙, 你現在大擠了菜汁 然後留這碗給我 我當然是我, 這碗我自己… 我拿走了, 你吃這些 除了醃漬 芥菜還可以曬成菜乾 一如就地取材, 煮一頓龍家菜 新鮮芥菜簡簡單單用來清炒 另外Eva一早用新鮮芥菜 配上芥菜乾、番薯、豬骨 煮了一大煲好湯, 可以開餐了 我不客氣了 讓我嘗嘗客家芥菜醃漬的 客家鹹菜 對 好 很清爽, 聽到你說的 很爽口, 走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有甜點的味道 配粥、配麵, 一流 不錯, 挺好吃的 其實可以燜豬肉 我們客家人也燜豬肉 你先試湯 不, 先試我親手炮製的炒芥菜 炒芥菜, 炒芥菜 不是芥菜, 炒芥菜 炒芥菜, 先試試 這位逆境廚師, 好像多加了鹽 是, 因為本來你吃的味道很重 所以多加了一點 因為它的鑊氣 可能剛才我們用柴火煮 有甜味的嗎? 對, 有柴香味 對, 先喝一口湯 其實客家人很喜歡這樣煮 煮這些菜乾, 兩樣一起夾 就很好吃 鹹菜也是, 兩樣一起煮也很好吃 即將新鮮和曬乾的菜 這口湯很甜, 還貼在心裡 可否給我機會, 我做半個客家人 給我這盒鹹菜, 行不行? 行, 你喜歡吃多少都行 我覺得他直接拿回去檢討一下 為什麼可以炒貼菜 比鹹菜還要鹹 怎麼也好 吃得很好吃 這就是人情味, 香香原味道 對 謝謝 你好, 今天有好東西吃 有什麼好東西吃? 香腸病滿? 我要求很高的 不是什麼腸都爆開口 香香原味道 這層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本地有工廠生產香腸 跟不跟我來看看 現在嗎? 對, 搶著來吃, 快點 這間位於香港仔的凍肉食品廠 在2016年投入運作 每天新鮮製造各式海鮮 加進副食品 供應到全港食市 酒店、超市 為香港人提供不同選擇 請進去 強哥 大家好 強哥是這裡的生產部經理 是 強哥, 今天我帶天佑過來 一起觀摩一下 你這裡做香腸的生產過程 我正在準備做芝士雞尾腸 雞尾腸?不是用雞肉? 對, 強哥, 你這些是豬肉 對, 裡面有的成分 是豬頭腿肉的 總之是豬肉和雞肉都在裡面 對 對,我們幫忙你的手好嗎 好 豬後腿肉分開四份來切 然後用筋位儘量去偷 切好筋? 對,儘量 你要筋,我喜歡吃 但沒辦法,做出來不太好 好,因為要品質,要做得更好 你正在用原舊的豬肉 對,要分開四份來收割 選豬後腿的原因是否因為肉質比較結實 對,而且肥瘦比較光雲 均勻一點 好 做出來的芝士雞尾腸的效果比較好 原來芝士雞尾腸用這麼重的芝士 這是紐西蘭的車牌芝士 其實這個比較K 很重,大約很重 大約很重 拉下去就一分圍 現在這個很美 就行了,然後開了一開二 為何要用車牌芝士呢? 就是完成品之後 希望看到有軟的原作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融化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所有材料預備妥當 就可以將處理了的豬肉和雞肉 放入大型攪拌機攪碎 然後再分批放入其他配料 調味料直至完全混合 強哥,來到貫場這個步驟 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一步要做腸衣 已經很久了 然後灌到腸通那裡 好,這條腸衣 對 現在先打個裂 對 先打個結,對 補腸肉不會灌出來 然後現在出來了 哥哥哥 怎麼這麼有趣? 就是腸衣是用動物來做的 對 但我現在看不像是,這是什麼? 這是蛋白腸衣 蛋白腸衣 對 現在做芝士根尾腸 就要有脆皮的效果 動物腸衣做不到脆皮的效果 就是我們因應不同種類的腸 都會用不同的腸衣 對 將芝士雞尾腸 推入攝氏78度左右的煙爐 進行煙燻 經過大約兩個小時 煙燻芝士雞尾腸出爐了 吃之前煎一煎 可以提升香腸的香味和口感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口味的香腸 讓我做一個 香港原味道的香腸拼盤 平方,這裡有五盤香腸 煎得怎麼樣? 不用流口水 我當然煎得好,我… 先嘗嘗芝士雞的香腸 咬的香腸特別是香脆 而且你要留意一下 它還看到芝士在這裡 你一咬它,芝士已經爆出來了 再加上它的肉汁也有很多 還能吃到煙燻的香味 扭蘭寶 對比之後,我覺得有一種香草的味道 正宗的吃法是要煎到兩邊 有點焦焦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對 除了,你吃下去的時候煙燻 但它焦焦的位置是脆的 我聽德國人說 吃下去的時候就有不同的口感 說到對香腸有研究 我經常有德國朋友說 差不多每天,基本上三餐都是吃香腸 加啤酒,你想想早餐都有啤酒 這麼誇張? 三餐都是香腸 絕對,對,很喜歡香腸 我們快點嘗其他,好嗎? 好 看你這麼好,先嘗其他 一杯雪糕 原來可以吃出各地飲食文化 曾經遠赴義、法、日、拜師的Aaron 就結合了各地雪糕的優點 創造出有本土特色的雪糕原味道 你好… 正方、Danny,你好 很期待吃雪糕 這三款雪糕是讓你們試吃的 這裡有六個一模一樣的樣子 其實是意大利、法國和日本 是不同國家的做法的雲尼拉雪糕 你一次過吃三款,真的沒試過 我們先試意大利,好嗎? 我先試一試 有點像牛奶味,很甜的牛奶 對,像牛奶糖的比較濃 好,我們現在嘗嘗這個法國口味 這個沒那麼黏著… 沒那麼黏的 好,嘗嘗日本的 這個是再鬆軟一點 其實你們全都說中了 主要是意大利雪糕黏一點 吃的時候有點像要照片一樣 中間的法式雪糕溶得快一點 但又酸酸一點 奶味特別濃一點 最後日本的雪糕是比較冰 進口時溶得很快 平時吃雪糕都是直接吃的 沒有分到甚麼國家 看來你真的很喜歡研究雪糕 這就是原因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讀書 爸爸給我一個獎勵 是 那時候吃雪糕很珍貴 一年只有三次機會 哪三次呢 就是考試 三次都是考試 每次都要名列 前三名才可以吃 因為自己太喜歡吃雪糕 所以不如去學習 於是便創造了很多雪糕 那就不用靠別人了 對,有幾種日式 我也要靠自己 立即教我們做,好嗎 好,我們教你做一本 很特別的本土味的雪糕 好 這次教我們做甚麼味道的雪糕 白果腐竹雞蛋糖水雪糕 白果腐竹雞蛋糖水? 立即教我們做吧 對 好,大家幫忙吧 好,我切白果 我做腐竹了 用膠袋放進去,然後捏碎 就比較容易 我是否潤沙 對,捏碎碎時 就不會有那麼多粗粒 做得很好,補充天分 為何不放進攪拌機 攪拌機太容易 變得沒有質感 我們要保留它有小小粒粒的白果 出來的口感會軟很多 好,這邊也做好了 接著我們把捏碎的腐竹 放進這個鍋子裡 接著把鮮奶倒進腐竹裡 煮一下就行了 之後我們要做甚麼 煮完腐竹之後 我們要煮白果 好,這個就是豆奶 豆奶… 好 我們加上冰糖 我們要煮到冰糖要全融化 為何你會想到用這些來做雪糕呢 其實我當時在法國和意大利 學做雪糕 通常是做西式的多 回到香港之後 就想做一些香港人的味道 這些是我們小朋友時 常吃的甜品 如果將這些小朋友喜歡吃的甜品 變成雪糕 對,就很有趣了 除了這隻口味的雪糕 還有沒有其他口味的雪糕 你有試過去煮嗎 本土味道的有芝麻湯圓雪糕 對,又有薑草蛋雪糕 這隻雪糕有熟客對我一個挑戰 接著我研究成功之後 我做了給他 他訂了一百盒 送給他的親戚朋友取代薑草 Aaron當年越洋學師 西餐甜品甚麼都要學 原來有助他提升製作雪糕的技巧 蛋黃為何不打得起泡呢 做雪糕和蛋糕相反 蛋糕有多空氣 雪糕就要少空氣 對,如果空氣太多 雪糕就會膨脹得很厲害 那就不好吃了 每一款雪糕,備料時間都不同 好像最複雜的龍蝦雪糕 就要三天時間 而白果腐竹蛋糖水雪糕 相對簡單,大約三小時就完成了 為何白果腐竹蛋雪糕終於做完了 我喜歡吃這個糖水 本來我媽媽經常煮 但將它變成一個雪糕 跟糖水的味道基本上九成相似 而且裡面的粒粒 有些白果,就有那種感覺 這裡除了我們剛剛自製的雪糕之外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龍蝦、薑草蛋等 很期待,如果龍蝦雪糕有甚麼味道 怎樣 我用神奇來形容 我沒吃過這種味道的雪糕 人們說鹹甜雪糕會不會怪? 他怎麼怪?因為龍蝦味很香 讓我嘗嘗本土的薑醋蛋雪糕 薑原汁原味 最重要是它竟然將原先的食材味道 感覺到進去 對 沒有酒樣 對,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其實你之前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事 就是人們批評你的雪糕是否好吃 是,很多年前我在戰索灣開第一間店 當時做了很多外國人的生意 差不多隔天就會有一些外國人 他們說是混蛋,但很好笑 他們吃光了一滴都沒得剩 後來有一些長期支持我們的顧客 跟我們說這些雪糕很好 因為有這樣的支持 今天真的很感謝你 除了讓我們吃到這麼多很特別的味道 又有好吃的味道之外 教會我們如何分辨意大利、法國、日本雪糕 對,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想想再吃一點龍蝦 沒問題,我不斷給你 好… 好…謝謝… 是你?三姐又約你? 我一入行就認識三姐了 他這次有新餃子,當然要我來試菜 我沒理會這麼幸運 我入行兩年,一個機緣考學本身三姐 不過不要緊,我們追求原味道的理念 是一致的,所以他約我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來,是不是? 過去找找她 三姐? 這麼早來? 是邪女裝的? 我還沒準備好 那就對了,我們兩個來幫你忙 這麼夠義氣? 當然了 馬上來吧 這麼忙 三姐,準備了這麼多材料? 炒烘嗎? 對,蜆就是蜆 不過我今天做了一個新醬 叫做麻香蝦乾蜆肉醬 有什麼可以幫我們? 幫我開蜆 開蜆 為什麼蜆都半開口這麼厲害? 怎麼做的? 把麵包放在冰箱裡,就會開口 又說要冷多久? 起碼要冷四小時五小時 現在是拔出來的嗎? 現在是,刮出來,整貨就走出來 我覺得自己覺得很漂亮 為什麼這麼有天分? 我以為你說什麼,搞不定 這樣逐隻挑出來也很辛苦 不是辛苦,是人工問題 就是這樣了,要吃好東西 就是這樣了 但我一定要有朋友幫忙 試試,真的逐隻這樣開口 挑了,拿去曬的 這些蜆肉要曬多久? 兩天,至少兩天 至少兩天 對,但很天氣,攀平就可以了 確保每個部分都可以曬均勻 對…你曬好它,然後動一動 反轉就可以了 真的很漂亮 其實一定要曬,它比較香 而且你不曬,根本做不到醬 做不到,做不到 因為它有水分 就拿去太陽那裡曬 對,曬到這邊乾就翻翻它 好 這樣就變成這個… 兩天後就變成這樣了 沒錯,這樣就很漂亮了 你聞一下 是嗎? 怎樣? 要不要撥了… 你聞的時候很流行 你聞起來很流行的 這樣已經聞到香味 很誇張 沒錯 預備好材料 就可以逐一倒入油鍋裡烹調 除了海味 這個醬還加了金華火腿提鮮 很多時候看菜 很多人都是用金華火腿 對… 代替鹽的在用 現在流行的… 對 蝦米,我用白鑊燙過的 烘乾它的… 對 烘乾它,很香,聞到很香的味道 我隔著口罩也聞到了 這個變乾了 顏色又不同了,為什麼呢 因為蒸過來切 不然你不蒸過來切,很硬 曬乾後就蒸,蒸完再切口 然後切掉它 為什麼無故會想到這個醬 這個醬其實是我吃XO醬的時候 我覺得XO醬可以昇華一點 麻辣,現在輕盛 想想想,不如這樣吧 但我們平時吃蜆乾 我就覺得不如試一下 誰知給我試出來就不錯 新元素就是麻香的味道 對… 做好這個醬,隨時放在一起 煮菜也可以放進去 是,怎樣了 不用太多的調味了,一次就炒好了 麻香蝦乾蜆肉醬 配搭海鮮、肉類、蔬菜同樣出色 這次先嘗嘗炒四季豆 三姐還示範另一款創意之作 辣味懶菜海王醬 其實懶菜是來自哪裡的 懶菜是來自潮州的 是 懶菜其實是懶菜的 這些一塊… 對… 批批批地醃進去,這是醃菜 然後辣椒粉,煎番蝦 很多材料,三姐 對,沒錯 還有放幾多辣椒乾上去 有層次在這裡 還有懶菜 對,懶菜 你這個也放進去,但放少許 不要多,因為夠辣了 我們不用太多,夠了 我們下火就加少許糖,調味 兩款醬,足料又惹味 三姐推介,可以當前菜食 或者用來煮菜、拌麵,吃八八 先嘗嘗吧,好… 辣味懶菜海王醬 懶菜之前吃的,通常都是軟軟的 但你這個炸完後,爽脆很多 我現在吃的時候 吃到很大顆這些蝦乾 櫻花蝦 沒錯 圓粒,很足料 對… 我自己喜歡吃懶菜 我想想,我應該將這個菜 如何能夠再昇華 試了幾次 出來後果,我給朋友試 每個人都… 可以了 做瓶來吧 這樣就行了 既然是這樣,再試幾次 這樣就行了 試完這兩款味道 好 四龜豆 四龜豆 這是什麼醬? 首先麻香、蝦乾、腋肉、辣醬 你看我吃不停口 配過這個醬後,提鮮了整道菜 味道很爽脆,對嗎? 對 我很喜歡有不同的醬配搭 我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是,當你煮一些淡味的菜 這兩個醬就可以發揮作用了 放進去的時候,一拌 其實整道菜式就不同了 完全不同,認同你的人家 沒錯,對,平時我不懂煮的人 都可以用這些醬料 簡單地炒菜給自己吃 已經很吸引 對,沒錯… 我會聽到你,你不是說什麼? 你不會想打賣 我會聽到你,你不覺得我會看 我會看你,你不會看你 有些人家 我會看你,你不會看你 我會看你,你會看你